我看到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就说 苏贞昌现在是怕火烧红莲寺 让争议烧到行政院本部 所以他说苏贞昌问题好 因为总咨询结束了 只要躲到告别事后就被淡忘 林嘉隆请辞才是个大问题 因为苏班长没有人来 没有人员来补位 为什么到现在都不批林嘉隆的辞呈 他说是没有人来接班呢 还是说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看到另外还有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延龙也说了 他说真实情况他告诉大家 是因为苏贞昌急性子要准辞林嘉隆 不是说不辞是要准辞 但是因为蔡英文还没有找到继任的人选 他说稍有不慎就会火爆党内的战火 所以现在不是说不让林嘉隆辞职 是因为找不绕人是因为这样子吗 我觉得刚才那个议题实在是太有趣 我就承接着小新刚讲的 那个蔡政府就是一样 民进党上了下就是选前骗神明 选后骗人民 那为什么这个苏贞昌在这个交通部 我们台铁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之后 不准林嘉隆辞啊 我跟讲这真的很复杂 小小一个台铁的局长就需要 玄缺三个月找不到人来补啊 你说这背后没有什么政治的算计 谁相信呢 那现在之所以啦 之所以还不让林嘉隆辞 其实吴子佳讲得对啦 因为 你觉得是吴子佳讲得对 是怕火烧红莲寺 让正义烧到自己行政院本部 因为行政院院长啊 每个会期都面对一次实证总咨询 可是现在总咨询结束了啊 所以啊所以民进党又要利用人民的优点 的弱点就是时间久了一切都会淡忘 淡忘以后都可以随便他 随便他就是考验人民的宽容度 但是我们监督政府是不会淡忘的 赵新 就是林嘉隆他请辞是真的请辞还是假请辞 还是因为说是因为苏贞昌根本没有人选的 所以只好让他先暂时让他留着 那等到呢告别式结束之后 等到呢这个4月20号之后再让他来辞职 这个非常好玩啦 我们看到这个林嘉隆在一开始的时候 说他有递出辞呈 苏院长不让他辞 但是在中间更早是他是先找 这个林嘉隆部长是先找蔡英文总统辞职 所以应该找谁辞职啊 是找蔡英文辞职还是要找苏贞昌啊 因为其实苏贞昌才是他的直属长官嘛 内阁嘛 好 直属长官 他为什么先找蔡英文 就是表面上我是去辞职的 实际上呢林嘉隆不只是内阁的部长 他更是派系的少主 哪一个派系就政国会嘛 所以他今天来找蔡英文说 我要死头路啊 他是在提醒蔡英文说 今天如果我离开内阁 你要好好想怎么样来重新布置 政国会的派系生态在里面哦 因为如果我离开了 政国会在内阁里面的力量减弱 敖拜就独大啦 谁是敖拜 就是苏贞昌嘛 就说真凶嘛 之前拔掉的苏家权 这个是英系 现在政国会又被你再拔掉 哇塞 那不就 大胜了 大获全胜了 对啊 那个大权在握 你蔡英文在那个里面 就没有人可以控制敖拜啦 这顾命大臣全部被拔掉 怎么办 所以他这个其实是在 传达非常细腻的权斗讯息啊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苏贞昌是一个很好的刹车皮嘛 就是说蔡英文也没有说 不让苏贞昌下台 可是想到还有公投在 还有这些在 这个感觉呢 这个民进党大事不妙的时候 都想着先把它留下来 等到公投再让你下台啊 可是呢 如果说在你下台之前 我的人比你的人还先下台呢 那我的算盘可能就 没有打得那么顺了 很可能8月我就没办法让你下来 所以这种互相的恐怖平衡 可能被打破 才是蔡英文总统 现在头甲毛的事 就是最最担心的事情 比台铁本身的安危更重要的 就是他怎么样不提前 变成跛交总统 好 等我们看到现在呢 这个林嘉隆他到底是不是 会在4月20号之后来辞职 真的准辞呢 我们就是继续来观察 但是现在有人出来挽留他 好多人哦 包含了陈廷飞 立委陈廷飞说 哎呀这个苏院长是想要留下人才 因为林嘉隆这么好的人才 在疫情的时候呢 还推观光啦 还把这个整个交通做得这么好 所以呢 林嘉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这么好的部长当然会舍不得啊 这个陈廷飞还说是因为苏院长 不舍得这么好的部长 这到底在说什么啊 志刚 他到底在说什么呢 还有立委蔡逸宇也讲说 哎 因为林嘉隆是最了解改革的 所以呢 一定要让他好好的留在交通部 一定要让他留着 包含啊 现在还有观光啦 中华邮政啊 机场的运输这些 交通部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会 就串联起来要挺林嘉隆 所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认为以林嘉隆的政治智慧啊 我觉得他走定了 那他走定了 因为他是政国会的头嘛 所以他走这件事情 也可以当个筹码 我走以后 你要帮我安排到哪边 我觉得这也是 他可以去谈判的一个条件啊 那他走一定是在告别事之后走 因为他就是无事一生情 我一个阶段性 我做完了我就走 剩下我就留给苏生昌去处理 那刚刚陈廷飞跟蔡宇讲 我觉得蔡宇 我有看那篇报道 蔡宇把林嘉隆说的 敬善敬美跟个完人一样 那反正蔡宇都知道林嘉隆做什么 他可以去那交通部长吗 因为林嘉隆说的他都会做啊 那我觉得那就是让蔡宇去那交通部长 不是也不错吗 对啊 招新有一个很奇怪的点 就是说 本来林嘉隆他就是一开始你讲说 他就先去找了蔡英文嘛 说要辞职嘛 后来才来找了苏贞昌 但是今天很奇怪的一点是 就是交通部底下的几个 包含的观光啦 中华邮政机场这个部分啊 运输的这些工位 居然在今天突然起来串联挺林嘉隆 这是要挽留的意思吗 还是说内部赶快运作一下 这个工会 通常这个工会包括以前 比如说工厕会 或者是工会的总干事 这都选过的啦 这都自己人啊 都自己人啊 所以呢稍微拜托大家 民进党最喜欢的找学者连署啊 工会就找工人连署啊 另外就是说林嘉隆其实 虽然安全不太行 但是撒钱他很行啦 所以合合工会他都大撒币嘛 所以这些人 所撒的这些program 这些project 这些我们的案子才执行到一半 万一他走了 这个案子突然换人 一朝天子一朝城 一朝部长一朝工会 万一有了人性的变动 这些案子执行不到底怎么办 所以为了自己身上的那些补助 尤其在疫情的当下 观光最需要的就是补助的时候 他当然会觉得说 那你就继续做好了 因为这样子对我已经 成案的补助有帮助嘛 另外一个就是很简单 就是表面上上面的人说要辞职 那下面的人又开始在往上停 表示他不是真心要辞职 或者就算要辞职 也要辞得众如泰山 什么叫做辞得众如泰山 让大家知道说 哎呀其实不是我的问题啊 我是为这个内阁背负了 多大的千金的石头 是替我们的苏珍昌院长 是替我们的蔡英文总统止血 所以让我自己燃烧自己 来拯救整个内阁 我是内阁里面的一只浴火凤凰啊 这样子让大家觉得说 我马上欠你一份情你知道吗 这样就算你离开了 我也要还给你 所以这是一个肇事 但是至于说两位出来 倒是两位护航的委员 我一向认为他们是 这个政策发言的反指标 因为这个蔡英宇 人家都拜登赢了 他在那边我穿威武 那这个庭妃委员是 那个克拉福特不能来台湾 他说东西国民党还 国民党好厉害啊 国民党可以去策动一个美国的 驻联合国的大使要来不来 所以他们讲的话 通常在社会上听呢 都会成为乡野奇谈 或者是民间故事一般的 就是大家茶余饭后可以刺激大家 弹性的一个话题 但是听听就好 因为他们就是反指标好不好 我们现在都会关心内政啊 关心这个泰鲁格号的问题啊 关心这个林佳龙要不要辞职的问题 好我们来看到呢 其实在包含的一些香港媒体 中平社他就说了 其实现在台湾真要关心的是什么 关心他说现在台台海局势危急 蔡英文他应该要关心的不是内政 只要有苏贞昌配合立法院跟网军 不出事情的话 不要扩大事端就好 这也就是为什么台铁事件之后 蔡英文他没有要苏贞昌下台的意思 那苏贞昌自己呢 也要拉住林佳龙 让外界说把矛头对准林佳龙 先把他拉住 这是呢香港媒体中平社 你怎么看待他这一份的分析 所以我承接刚才之前讲的 蔡政府就是治国无方嘛 他不会去关心台海的局势多么的危险 中国跟美国美日的演习 钓鱼台或是下个礼拜 这个美国跟日本马上就要举行高峰会 他不会关心这个东西 他对于他所看到的就是 政治上的积极跟盈盈 就是比如说刚才你看他蔡逸宇 我觉得真的很荒谬 他可以要求蔡逸宇在三个月 月内要减肥 要降到100公斤底下 可是对于台铁这个事情 死了49个人 他有没有提过一个时间点 有没有讲出一个具体的方式 所以再一次我们又看到说 蔡英文关心的是政党的利益 关心的是个人的利益 并不是说对了为国家 为人民来做考虑 然后刚才也有提到说几个工会 几个工会在挺我们林佳龙部长 我随便找几个来讲好了 中华电信工会 中华电信工会 两年前才被办了49个人 有一个币案 这个假贷款的一个币案 49个人 8.1亿的这个金额这么高 中华邮政大家应该记忆还邮新 PC Home的这个物流园区上百亿 你们这个时候都还敢出来 停我们的林部长 我真的是觉得真的是党政无敌 真的有满满的台湾价值 真好 就是这样才有停